讨战一桩接一桩 共军频频扰台 情势不断升温 再加上台美军事合作交流 逐渐台面化 最近不断的曝光 今天又爆出 我国的海军陆战队 已经选派了一个加强牌 40名兵力前往关岛的美军 兴建基地内 接受为期一个月的台美 陆口两栖联合登陆作战训练 国防部长邱国正 没有否认这件事 他只低调回应说 台美之间还有很多的交流合作 心之有年 像这样的训练 以往都在台湾进行 现在为了提升国军战力 海军陆战队 从一百多名陆战队员中 精选出近40名 前往关岛的美军兴建基地内 接受为期一个月的台美 两栖联合登陆作战训练 台美军事训练合作 首度曝光 我们跟北方之间 有很多交流合作的 这心之有年 这有一些这个层级 都在互动 这也是当中交流的一环 不用再多做一个好像彩测 低调证实40名陆战队 正在关岛联训 值得关注的是 陆喉专案是台美在1958年签订 当年也在屏东访聊 举行首次两栖联合登陆作战演练 在台美断交后终止 直到2017年才恢复 陆战队小部队交流 当国军陆战队重大演练时 美军也会派观察员到场了解 平常的会议或人员的交流 只是一种表面大家交朋友 但是现在已经到达这种 部队上的训练 表示人进入实质化了 了解一下美国的作战的模式 这样子的话 将来作战才可以协同一致 此外陆军耗资144万 向美军某基地租用联络官办公室 我国三军各排一名少校联络官 庆祝美军后勤管理中心 任务性质十分重要 过去台美交流 一向是不能说的秘密 如今频频曝光 共激扰台频率又创新高 台海局势更紧绷 记者赵博导 互相思维